大家好,我们把那个替光花给它画的小品 还是把那个注标调到笔度后面 多一点注标 调到笔根 多一点 水也多一点,水也是比较充足了 然后再调薯红 立起来,把毛笔立起来 调到笔度 好,然后我再调点那个胭脂 好,我现在笔里面是颜色比较多 好 把这个形给它弄出来 机关花这个形,大部分形 然后我们开始 蘸点水,然后呢,蘸点水 水红 然后再加胭脂 开始点它 点它 把这颜色给它点出来 你准备让哪儿重一点 你就点它 搓它 想让哪儿重 机关花扁的这个形要给它画出来 而且它是很融的 啊 这时候点完以后呢 我还可以 可以在里面点点这个 胭脂加墨 腌脂加一点墨 加一点墨 让它更重 让它 有些部位我还想让它更重一点 再加点腌脂 不能太重 腌脂要体现出来 啊 让它就这种颜色哈 让它有差别来 你看这种深浅变化哈 让它有这个层次 让它互相的衬的啊 衬的啊 这样看起来好看一点 好 我们这个机关花就 把这个镜给画出来了哈 镜 这个机关花画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下面赶紧把镜画出来 镜呢 我们就是用啊 用这个 呃 主标 加点这个 胭脂也行 啊 主标加胭脂 淡淡的特别淡啊 很淡很淡的啊 不要太重了 我把它转个弯啊 转个弯啊 转个弯过来 哎 然后呢 上面还有刺哈 刺呢 我们用胭脂哈 用胭脂 在上面 加点鼠红 加一点鼠红 然后我们在上面什么呢 哈 先可以点一点啊 先可以点一点 让它从上面往下来 有一个过渡 有一个过渡 好像显得不那么 不那么猛一下的哈 不那么猛一下的 可以点 还可以点 还可以点 然后呢 再往里头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点这个 胭脂 好 好 这个horse 口